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可能等级不够或者是厚度不够 再一个采收过完的时候耳片过薄 就是比重轻口感就比较差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保持采收的时候一定记住 就是边缘没有波浪状 这个时候采收 就是边缘如果刚出现波浪 这个时候正好 如果有波浪多了 那就说过完 如果是一点波浪没有 采完三天五天还没波浪 那就是说采收了 所以一定适时采收 只有适时采收 我们的木耳的品质才是最好的 这是吊带栽培的 地带黑木耳这个季节应该是正在分床 根据气象预报 今年看低温多雨的天是比较多的 那么就是说黑木耳在分床期间 一定记住就要留好间距 因为黑木耳它叫全光栽培 全光栽培的话就是越晒 颜色越黑 品质越好 那么正常的时候 比如说像正常年份 如果是阴天比较少的时候 比较晴天 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间距 一般达到12左右就可以 但像今年这个气候条件 建议就是一定达到15厘米 就是带和带之间留到15厘米 只有留到15厘米这个间距 所以这个菌蛋底部出的黑木耳 上面太阳光照射的时候 底下才不遮光 不遮光的话你的黑木耳才 要不的话底下的1%那部分出的木耳都是黄的 就是这样 第三个就是现在正在初耳的香菇 这个地点 这个香菇初耳的时候 初耳的时候一定记住什么 就是防雨 有雨水的时候 或者是瞅着一湿度大的时候 一定就是把这个棚子折上 又如果不折上的话 花菇就变成后菇 就是说它降低一个等次 降低一个等级 这是属于这个要排湿 第二个就是如果湿度大 我们正常情况下 晴天以后马上排潮 就是把里头的湿度排出去 只有湿度小了 我们初耳末的花菇才能高 才能保证我们所说的品质和经济效益 另外小满时间的气氛快速的升高 那么这一时期生产上 我们应该格外注意哪些问题 首先就是要注意这种所说的降温 像今年这个不是这种逐渐逐渐升温 像这种突然间升温 一定记住就要做好降温 这个防高温的这个措施 正常你比如说像灵芝旁 灵芝旁的话 这个季节的时候 应该我们把上面就用遮阳网 或者是薄的草莲子给它遮上 就是中午的温度不能超过35度 正常我们要控制在32度以下 这是属于第一 第二个就是防止周围温差 周围温差的概念是什么样 就是白天温度特别高 到晚的时候还特别凉 但是我们这个人感觉说 这个季节特别舒服一张一碗 但菌类是不行的 菌类如果温差大 就相当于所说的感冒 所以这个时候到晚上的时候 就是要扣棚保温 到白天的时候要啥 上面遮光降温 只有把温度恒定了 然后让温差过小 温差能小 到这个里头某温才能不死 某温也不能不死 这样来说才让我们食用警团的高厂 好感谢刘老师的提示 我们接着往下说 在郊河市黄松第二阵 军农之间流传这样一句话 叫早下地早采收好卖钱 可有的军农对此并不在乎 他们相信即便是下地的时间晚了一点 也能实现好卖钱 这是我家的摩尔发肴棚 童年弱点出哪儿 现在就是往地里拉 准备吹芽 棚里共有五万三千多个军蛋 李波要在三天内把他们全部运走 他告诉记者 自己虽然是木耳下地最晚的一位 但他并没有感到着急 而且说是下地 实际上他栽培的木耳是腾空挂起的 早些嘛 我们这木耳吧 都是在大地中的 摆大地 完全那个有时候感到雨季呢 忙不开 木耳都烂了 相应学习整成了吊棚 吊棚的优势是啥呢 一是省地 二是省空间 尽管搭建大棚花费了李波不少时间 但立体实栽培 木耳在生长过程中受天气影响小 保温保湿性更好 因此采收时间也会相对提前 这个段挂了十六天 这个开始通风 通风完就上水 上水白天呢 天热呢 还得盖上这个人网 完了一天浇十六分钟水 十六天就下木耳了 赵广海比李波要早两年接触 吊袋木耳 有着丰富的栽培经验 今年他在指导李波技术的同时 还提升了自己的军袋制作工艺 因为在他看来 吊袋是要将军袋连挂成串 一旦其中一个遭遇病害 很容易传染整串 除此之外 有项工序要格外注意 给他二次的隔口 隔口之后吧 通过十六天的那个 二叉取丝下来之后 然后通过这个 然后再吊起来 今年赵广海引入了新的 军袋隔口设备 取代过去的手工方式 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 还能进一步保证军袋质量 这也让他对产量充满信心 同样不担心产量和采收时间的 还有曹玉贵 由于曹玉贵的灵芝大棚 位于山上 气温相对较低 因此他推迟了灵芝的入棚附土时间 温度非常关键 不要高也不要太低 世纪温度就在二十五六度之间 摆下到地里头 空十多点 埋到土里就可以出灵芝了 现在我们已经养菌养到 养了有大约一个半月了吧 这个菌段 有的都已经出灵芝了 曹玉贵有一栋灵芝菌袋培养室 可以把室温实时调整在二十二到三十度之间 来适有菌丝的生长速度 为附土后灵芝子实体的发育夯实基础 眼下曹玉贵家的灵芝才刚露头 就接到了不少订单 这个灵芝啊 这两年的市场非常认可它 因为这灵芝主要是提高人家自身免疫力它 销售空间非常大 群国各地哪都卖 如今在黄松电阵军农们的共同努力下 食用菌产业已成为当地的一块金字招牌 这也让他们得到了实惠 随着种植技术的提升 他们更关心的是种出来的产品品质 是如何一起将这一地域品牌做大做强 从产量来看基本上是保持在三个亿左右 从销量上看现在的木耳存货已经没有 下一步产业发展打算的一块还是走规模化 把标准再往上提一提 再一个就是走品牌化之路 能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让百姓的收入增强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 我们谈到了木耳吊袋技术 那么刘老师 吊袋技术相比传统的地灾来比 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首先它第一个优势就是 吊袋栽培是不受外界的气候因素影响 像今年我们早村忽冷忽热 如果在吊袋栽培在棚内的时候 比如说冷的时候它扣棚保温 比如说热的时候上面它遮光 这来说它温差比较小 温度比较一致 那么正常的时候 病害和从害发生比较少 再有吊起来以后 这个出耳的时候 地面没有灰尘 没有土 喷水的时候也不至于反见 这个木耳杂质常量高 所以它这所说的 没有病害没有从害 不打药 药肠比较少 然后比较干净 这个品质特别好 这是第一 第二个就是高产 所说的高产 你为啥高产 就是扣棚栽培的时候 正常情况下是可以提前验后 你像我们现在地灾 刚开始下地分床 那么我们大棚栽 它挂点吊带栽培的话 现在这个季节 已经开始有采收的了 它正常在三月中下旬的时候 就可以出 这就提前 秋天的时候 如果到秋天的时候 温度地的时候扣棚还可以验后 那么提前验后 就能够生产期延长 生产期延长的话 它就产量比较高 而且它出孤的时候 出耳的时候 又是春耳最高的时候 刚开始下来的时候 越早越好 价格越高 直来越好 秋耳的时候越晚下来越好 那么它正好把价格高峰期和低谷期错开 如果吊带栽培和地灾 它俩之间比较的话 应该它产量是最高的 而且价格也是最高的 是这样 第三个就是吊带栽培 它是充分利用了土地资源 因为现在这个山区平地特别少 适合栽培黑门的地方也比较少 租金特别高 你像黄树垫地灾的租金 应该是在1000到1500 就一亩地 那么这么高的成本 你想想 它要租地的话 要是租两亩三亩的话 可能就好几千 如果是采用吊带栽培的话 大棚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一次性投资 那么正常的时候 一平方米的话 地灾的话是不超过30 吊带栽培可以达到70 是它的一倍到一倍半左右 那么就是提高利用率 第四个就是它规范化生产 就是地灾的话是靠天吃饭 说今天热了 热了就多浇点 明天凉了 明天不浇 但是吊带栽培在棚内 那正常浇水 通风 塞带 它这个技术是比较成熟的 就是到这个时候就得浇 因为它靠着棚 所以除了防止灾害性天气以外 正常要想 早上几天中定时浇水 中午中间定时的遮阴 到晚上的时候再定时浇水就可以了 所以它适合于规范化生产 而且出来的黑毛质量特别好 好 感谢刘老师的提示 我们接着往下说 几年前 东风县大兴镇的江涛 突然从货车司机转行 做起了军农 而作为一名食用军的初学者 他首次种植 就选择了被称作 四大军王之一的杨赌军 杨赌军 因其军盖酷似杨赌而得名 是世界公认的珍西食药监用军 相对于其他军类 杨赌军人工驯化时间短 对环境要求严苛 种植难度大 尽管江涛看中了他的市场前景 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系统学习 可当真上手时 无论是身边的人还是他自己 都不免在心里犯嘀咕 在种植期间 江涛每天都处于担心之中 他希望能通过细心栽培 换来好的成果 用江涛的话说 零和二十五是种植过程中 必须记住的两个数字 当环境温度低于零度时 杨赌军难以生长 而当高过二十五度 则将面临绝收的风险 因此栽培杨赌军的时间很重要 江涛采取的是东种春收 杨赌军在地里度过休眠期后 初春的温度刚好是以军丝生长 直至四到五月迎来采收期 而江涛生产的第一年 不仅初孤少 而且品质差 我刚出的时候出现黑根失误 就是说长出的蘑菇吧 不成熟 直接就变黑了 经过我自己种这一年的种植出来 就是说因为它的土壤湿度比较大 温水性导致它失误 再次种植时 江涛不仅改善了浇水的频率 还格外留意土壤的湿度情况 我浇完水了我会到地里去看一看 就是这个用手捏一下这个土 如果它是说特别黏的情况下 就是石度已经够用了 往事要抓紧通风 把这个石度通出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 第二次种植 杨赌军的成活率达到了九成 出乎了江涛的预料 拿到市场上去卖 先品在每斤八十元左右 而干品的价格则要视品项而定 因为正常的菇帽烘烘烘干品 它是在九厘米 这种它就在三厘米到四厘米左右 所以说它俩的品质就不一样 品质好的话 大概在七百到八百左右一斤 有了成功的经验 江涛种植信心倍增 同时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 它的养赌军成了东风县 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重点发展项目 如今 园区内已有三十栋养赌军大棚 为周围的村民带来了不少就业机会 每天都是130块钱 我们一年下来的话 能挣四万多块钱的 每年持续地将推广食用菌资金 我们现级配套的资金 持续地用在食用菌产业上 然后将一产 二产 将它形成链条 形成一个大的浓厚的氛围 也让我们现在发展食用菌这些人 看到希望 看到盼头 刘老师 当前养赌军的 种植技术是否成熟 想要发展的话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应该说养赌军到目前为止 已经能够栽培 但是栽培的话 就是技术还不太成熟 为啥说不太成熟 你不说要么就成熟 要么就不成熟 不太成熟的感觉 目前养赌军栽培是能够保证出菩 就是我要做能保证出 但是不保证产量 因为它现在的栽培是属于半日工栽培 它不像做木儿 我把料和菌放到一起以后 放在一块以后 这一袋能够出多少 现在养赌军栽培是除了放菌以外 还少少少放点营养袋 这个营养袋放的不多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引子 那么正常的时候产量多少 这个是在地下的土壤里面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研究透 那如果说的想要栽培羊肚菌的话 首先应该注意以下四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就是羊肚菌的菌种问题 因为现在的羊肚菌栽培 和我们现在所有的菌栽培都不一样 它和从小是一样的 就是要求我们所有的羊肚菌 都得是在春天出完菇以后 把这个蘑菇采了以后进行菌种分离 分离完了以后就保存 到秋天那时候生产完了以后 秋天那时候做 然后菌完菇以后春天再出 所以菌种分离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专业人士 那么就是说如果想栽培的话 你必须得出去学习 或者是你具备长期栽 栽培过其他食用菌的经验 你才能分离菌种 要不的话你菌种分不出来 你种的话就不行 那有的人就说 那我出去引走的话成本特别高 而且现在的菌种有不抗病的 眼光类的菌种种完了以后有可能失败 那如果自己分离菌种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第一 第二个就是羊肚菌对这个地方要求特别严格 为啥说严格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面里头 比如说打树草剂 打杀菌剂 这些如果头一年打了的话 这些地都不能栽 那么选地的要求就是要选择 这个时候说的 头一年没打过树草剂的 没打过杀菌剂的 而且呢 就是头一年不能种过羊肚菌的 从他也不行 正这样来说 他这个对土地要求特别严格 那如果想种的话 就是一定在新的地里种 而且呢要考虑后 头一年到这打没打这个树草剂 如果打树草剂了 你就不要再种 种的话就有可能不长 第二个 第二个人应该说 他管理措施特别严格 就是羊肚菌 他是在七到十八度出谷 而且呢 他在这个发菌和出谷管理过程中 比如说得灌水 灌水以后 把这个水还放掉 那如果一旦石头大的时候 他就不出了 所以呢 就是想栽培的时候呢 一定要小规模示众 小规模示众啥看 就是说 我做过别的菌 然后我在小规模示众羊肚菌 把这个技术掌握了以后 我再扩大规模栽培 这样来说才能保证成功 这是第三 第四个呢 就是呢 羊肚菌栽培 投资特别大 正常讲一下 一亩地的话 就是不是自己做菌买菌的话 一亩地投资是八千以上 八千到一万 如果自己做菌种的话 能把成本降到多少呢 降到四千到五千 所以呢 只有掌握技术 就是说呢 掌握技术以后 然后呢没有风险的话 你才得去种 那么就想 直接想种的话 就说你规模大的话 一定记住他就得有钱 没有十万二十万的话 你就不要种羊肚菌 因为除了种事以外 如果一旦有高温的时候 需要你买草莲买资产网 然后呢还需要大量的这个设备设施 去降温 去保湿 要不不经意降温和保湿 可能栽培就是会失败 所以呢就投资很大 风险也很大 就是栽培的时候一定是谨慎 就是有资金 有技术 然后呢要小规模 慢慢的扩大 一步一步来 那最后栽培的栽培羊肚菌呢 能够保证成功 保证有效益 就咱们省来说 还比较适合发展 哪些种类的使用菌呢 应该说这个东部山区的话呢 你比如说我说的这个 像这个吉林 雁边 通化和白山 就适合于搞 像除了木耳啊 灵芝啊 三黄啊 株林啊 圆膜这类的东西 那西部地区的话呢 一般的情况下 比如说尤其是中西部地区 这些地区的话 它没有山 那就不能栽木附近 正常情况下 我们结干比较多嘛 那就可以建议上 就是说用结干 比如说稻草啊 稻壳啊 玉米结干 高粱干 这些都可以 包括玉米芯 这些东西的话 在朝附近 朝附近的话 正常我们现在就比如说 大秋盖谷 平谷 西洋谷 鸡 鸡腿谷 这些谷类呢 都是所在 就是在地下浮土栽培的 然后呢 它都用的都是结干 都是稻草 不用用木屑 一个是成本低 再一个呢 栽培的时候呢 我们就利用结干 国家呢 现在在中西部地区呢 就是这些项目还会有补贴 实际上有补贴 就是要改善环节条件 利用这个浓州结干 便费为保 所以说栽培这类谷类的话 在中西部地区 一个是呢 有国家补贴 第二个呢 又成本很低 第三个呢 将来呢 效益会和好 好 感谢刘老师的提示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在湖北 重品质打开市场 小龙虾提升产值 在吉林市 小小豆包讲究多 民俗食品卖得翘 乡村四季12316 正在播出 市场上有这样一句话 叫中国小龙虾看湖北 湖北小龙虾看前江 有着中国小龙虾之香美誉的 前江市 近些年来 从养殖 物流 加工 餐饮等多个领域 对小龙虾进行了全产业链的升级 打造前江龙虾品牌 短短十几年的时间 小龙虾产业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位于前江市后湖管理区的 中国小龙虾交易中心 是全国最大的小龙虾交易市场 每年的四五月份 是小龙虾交易的旺季 农户们养殖的小龙虾半夜开埔 清晨运达市场 随后由工人们进行分检打包 当天就发往全国各地 我们这边出货量大概是在将近六千斤 这边是发往广东线路的 然后那边的话就是发往湖南的 出货量订单是一天比一天多 然后只要是零有虾是不出卖的 卖的价格比其他地方要高一只两块钱 相反的我们市场族群的货品质好 也比其他地方高一只两块钱 各年一楼的交易中心五月份开始营业 刚开始我们屋主的山户在23户左右 现在我们现场现场的山户达到6百户左右 我们年销生量在20万顿 同样是小龙虾 只要获得前江龙虾的招牌和身份 在市场上往往更受欢迎 获得更高的身价 2017年 前江龙虾入选中国百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2018年被认定为中国持名商标 诸多荣誉的背后离不开当地对小龙虾品质安全的高要求 在这个小龙虾这个群产业令上 我们制定了18项国家级的这个省级包括地方标准 主要是规范这个养殖包括加工 将残饮这些从业者的行为规范进行标准化的生产 陆选名录是对前江龙虾生态绿色品质的肯定 前江龙虾产品获得BRC认证 HAACCP认证 出口欧盟135项指标 无一项超标 为进一步提升前江龙虾品牌的号召力 前江市龙虾餐饮行业在菜品标准化品质优良化 服务优秀化三方面下足功夫 同时开展外施签店工程 面向全国推广前江龙虾的餐饮人才与模式 向全国这个输送1万名这个我们的前江龙虾的烹饪室 然后的话呢在全国开设1000家的龙虾店 来扩大前江龙虾的影响力 品牌的建设发展离不开有效的推广宣传 前江龙虾一方面充分利用龙虾节等节会赛事 进行品牌宣传 另一方面积极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推广 进一步打响了品牌知名度 而通过市场和政策引导 着力构建区域共用品牌加企业自主品牌体系 也是前江龙虾品牌发展的特色秘籍之一 因为前江龙虾这个品牌的话 它是一个母品牌 我们这个区域公用品牌共有216家子品牌吧 它们有国之的特点 下一步 前江龙虾的品牌建设 将继续推广前江龙虾标准体系 严格市场坠入条件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品牌合作共享 目前 前江已授权全国的63个县市 78家企业共同打造使用前江龙虾的金字招牌 说完湖北的小龙虾 我们再来说一说东北的年豆包 在吉林市乌拉街羊屯村 提起长树青可谓小有名气 无论是他种植的白小米 还是他所包的年豆包 都是市场上的畅销货 不过最近他却有一点喜忧参半 眼下正值浓忙 以往这个时期 常树青的豆包买卖也会暂时停业 因为忙完了农活 他还得打理自家杂粮店里的生意 往往分身不暇 可最近这些天 常树青却要在这之后赶回家中 继续着另一种忙碌做豆包 一般是回头个多 都是特别特别熟悉的人 都成为朋友 对常树青来说 老主顾的订单必须要接 加班赶制自然不在话下 可他所做的豆包 仅准备工作就长达数日 这功夫都花在了泡米上 都是泡米不发面 它特别特别软 软糯 吃完还不熟悉 在时候你看泡米之后 有一种蒜味 你要逃的时候 必须去逃N面 把面味逃出去的 很多很多事会经 将糯米与黄米混合 泡好后带水磨成面 再用草木灰将多余水分吸干 当地人称其为水面子 这也是乌拉满族饮食文化中的特色做法 比方说那个水团子 那个豆面卷子 驴打鬼也属于驴打鬼 都是我们这个面 而最常用到它的还是豆包 常树青告诉记者 虽然有句俗话叫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但事实上 豆包向来是当地人 必不可少的一项主食 满族人是属于马背上的民族吗 你这马背上民族 走到哪带到哪去去 带着一个豆包就相当于远范的 我们这里到过年过节时候 我们这里全做了 用与包豆包相似的做法 搭配上一张紫苏叶 从肉团改为鸭瓶 则是另一种美食 酥耗子 如今 无论是豆包还是酥耗子 李俊玲平均每分钟都包出2-3个 现做现包现卖 还可以个家蒸完了豆能卖 市场上按个2块钱一个 按斤是10块钱一斤 一年收入能达到10个万块钱 豆包除了蒸着吃之外 还可以放入油锅中煎炸 作为油炸糕 而若将其中的馅去掉 它还有一种延伸做法 当地人称其为牛舌头 如今 在制作牛舌头时 常树青还会加入大米小米和黄豆 来提升甜度和色泽 当然所有的原料都是当地村民自产的 他要用这种做法带着村民们一起增收 各种各样的杂粮都种 但是各种各样的杂粮都有各种各样的好处 就是这块地种这个座物 那块地种那个座物 完了互相换茶 就那么种 一亩地吧 平均就挣1万来块钱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养殖业上的事 自从有了合作社汪青县百草高镇高城村的土鸡养殖户 可吃上了定心丸 孵化管理销售啥都不用愁了 上平屯共有26户常住人口 家家散养土鸡 结合这一实际 村民孙中英2017年 注册成立了高城村第一个专业合作社 上平土鸡养殖合作社 吸纳了村里16户村民 行不成规模 那我就组建了个合作社 大伙统一去卖 一个是质量有保证 也让他们有收入 养殖合作社成立后 孙中英积极帮助社员解决养殖和销售难题 还以市场价回收土鸡蛋和土鸡 确保社员收入稳定 为了长远发展 合作社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 要求售出的鸡除和鸡蛋 土鸡蛋必须保证品质 信誉越来越好 路也越走越宽 每一户的鸡蛋会写上你的名字 如果在热天那时候 半个月之内 如果有一个是坏的 那你要那个什么 一个赔十个 由于合作社的产品质量有保证 消费者普遍认可 目前合作社售卖的土鸡蛋订购期限 已经超过了半个月 同时上平屯的土鸡养殖规模 正逐步扩大 以满足越来越大的市场需求 今年我们和一个那个什么 农产品公司签约 今年他们要收我们四百只鸡 晚了来年的时候 要收我们一万个鸡蛋 所以我们今年就扩大了那个什么规模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使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近年来福渝市因地质仪调整种植结构 大力发展花生种植 通过建设示范基地引进优良品种 应用附模技术等手段 使花生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 种植效益不断提升 在福渝市新外发展 附模种植机在田野里往台穿梭 随着机车走过 豁钩 点子 附土 镇压 打药 附模 一次完成 现在抓住商情 先做水种着 争取在5月20号之前把这个地种完 也期待今年是一个丰收年 福渝市沙制土壤较多 非常适合花生种植 近年来 当地积极引进新品种 推广新技术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特别是花生附模配套技术的日益成熟 让种植户尝到了甜头 我去年也是附模 完了产量不错 产量挺好 今天增大了面积 福渝是我省著名的花生产地 目前全市花生种植面积超过10万公顷 年产量近50万吨 产品主要销售国内和国外市场 其中出口量占全国花生出口总量的70%以上 2018年 福渝市被授予出口花生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欧盟组织免检产品 近年来东风县黄河镇168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 积极引领村民发展绿色有机水稻的生产 不仅使农民变古民更使粮袋子变成了钱袋子 今年合作社又示范了水稻种绳直播技术 受到了村民的普遍关注 眼下正值稻田泡地阶段 在168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一块水田中 伴随着马达的轰鸣 一台水稻种绳直播机在田间快速前进 一排排沟渠一行行种子 随着绳线迅速埋住水田中 没用多久就将一片平整好的田地播种完成 水稻种绳直播技术就是把稻种经加工后 按一定间距包在一条绳线上 把线布在水田中即可 这种技术省去了传统方法中的玉秧插秧等环节 种子在线中发芽长大直至成长收割 而布下的线是纸质的可以降解 不会造成土壤污染 今年合作社负责人孙德义用一块水田 进行水稻种绳直播 其余田地还以传统方法插拨水稻 以便进行比较 今年我做的是一上硬榜是一个词的 就是事业如果能成功的话 这个计划就在我这块这个范围内 做我自己的合作社里头继续推广 我们进行更种看看这项技术 是不是真正适合我黄河镇 如果有很大的推广前景的话 我们在全镇来自全县进行推广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项新的技术 日前吉安市榆林镇丰营家庭农场上空 一架纸保飞房无人机 正在操作人员的娴熟操控之下 开展了一喷多房作业展示 活动现场 吉安市各乡镇综合服务中心的农机人员 以及来自当地的农机大户 都饶有兴致地看着一直盘旋作业的无人机 并不断向技术人员询问使用效果和操作方法 正在分享使用经验的孙培云告诉记者 自己使用直保无人机已经一年了 使用小型遥控无人机进行农药低控喷洒 具有效率高 成本低等优势 它这一个无人机能赶死了多个人打药 省时 省力 一盆虎药能打十多亩地 一散了地 那药效多快啊 它这个还省药 正常用人打用十剩药 它打就用无剩药就可以了 除了经验传授 操作方法 教学等方式外 现场的技术人员还为大家讲解操作药领 农药配比 注意事项等问题 无人机高效率高质量的作业效果 赢得了现场观摩人员的一致好评 省力药要严害 打药的效果还好 挺好笑 看了以后 直观上也感觉到这款确实有用 特别想买一下 再来关注农民朋友最关心的供求信息 这位朋友打算出售煎饼 特点是手工贪质 柴火加温 天然健康 回味悠长 不过这位朋友却有点粗心呢 没登记地址 只留了一个手机号 138-4320-8131 微信同步 好心的朋友加个微信自己个儿问问吧 既然的赵秀红朋友打算出售蜂蜜 得意这口的朋友可要注意听了啊 这些蜂蜜可是中华风历经春夏秋三个季节酿造而成的 那肯定能造一阵啊 联系电话是13704352830 长春郊区有一个名叫硕果累累的家庭农场 最近 最近 这些蜂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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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